鍋子裡湯頭沸騰冒出滾滾白煙 不過這一鍋可不是一般的小火鍋 而是有烏骨雞和薑片 枸杞 還有黃旗快炒過 再加入米酒 大火煮五分鐘的燒酒雞 趁著這波寒流 火鍋店業者把大鍋煮的燒酒雞變小了 業績也跟著飆升 就連用餐的離風時段 都陸續有客人上門 蠻多煮的 就是因為這兩天又寒流來 可能要多上一個小時左右吧 學媽你上個菜的部分 就是單人套餐的 就連麻辣鍋都有迷你版 而且還能點鴛鴦鍋 一個人就能吃兩種口味 而鍋底的鴨血和豆腐 一樣可以免費續加 短短半小時就有五組的 單身客人上門 接電不讓人家一個人去吃的 對 不然就要加收費這樣 想一個人放鬆自己嘛 然後覺得比較沒有壓抑 對 這樣子會當單主跟自己相處 因為他少了兩個人吃飯聊天的時間 所以相對對我們而言 飯桌率大概可以提升兩到三成 越冷越想吃鍋吃捕 但燒酒雞喊麻辣鍋 非得糾團才能吃 民眾往往時間難喬就不了了之 業者就看準商機把原本大分量限定的鍋物 做成單人小火鍋搶工單身市場 記者先往小萬千花特別報導 好久喔 謝謝 大家 好久 Mah 謝謝